都十二点半了 我们一起去机关楼下买午餐吧 好啊 对了 前辈 早上我开完标回来啊 桌子上突然多了一个包裹 我原来还在猜是谁送的 结果你知道吗 王老板传简讯给我 说那是他送给我妈的生日礼物 要不以后多多关照他 王老板 你说的是最近要投我们工程标案的那个王老板吗 是啊 怎么了吗 你还敢问 你难道不知道 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有规定 公务员不可以收受 跟职务有利害关系者 馈赠的财物吗 但是他说是要送给我妈的耶 这样应该没关系吧 一样不行 你想想看 要不是你负责这个标案 王老板怎么可能会送礼呢 说的也是哦 我真是太糊涂了 那前辈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等一下 你就去找正风人员 请他们帮忙登陆及退还 这样才能保护你自己 将这种有业务往来 正在寻求 进行或一定类买卖契约关系的时候 都属于与职务有利害关系 跟厂商接触一定要特别小心 我明白了 谢谢前辈 我以后一定会更加注意的 检举贪污 大家坐回来 检举奖金最高一千万元 法务部连政署检举电话 0800-286-586 0800-你爆料 我爆料 内政部正风处检举电话 199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正风处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